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耕自食 就这样过了两年零两个月 又两天的独居生活 当大多数人都急于追求名利时 他选择远离城市喧嚣 一边享受着心灵的自由 一边安静创作 写出了那部影响了几代人的著作《瓦尔登湖》 这位在当时被大家评价为特立独行的人 便是作家梭罗 在别人眼中 他不合群的生活方式太过孤独 只有他自己清楚 那段独居的日子多么快乐 而现如今也有一种看上去不合群的人 他们不喜欢扎堆凑热闹 习惯独来独往 没有什么朋友 对待感情淡漠 不奢望被人理解 也很少依赖他人 他们看似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其实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 独来独往 是一种与世无争的优秀 周国平说 无聊者自厌 寂寞者自怜 孤独者自足 这正是独处的三种状态 也是人生的三个境界 真正的强者 独处时不慌乱 人群中不盲目 内心足够从容 从不会惧怕寂寞 复旦教授陈果在网络走红后 有段时间遭到谩骂攻击 攻击的缘由 仅仅只是因为他在某节目中 读错了一个生辟字的读音 渐渐地 有人指责他讲课是快餐文化 有人造谣他被复旦大学停课 从那时起 陈果挺更了微博 退出了公众视野 很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中 对于诋毁 从不辩解 对于质疑 一笑而过 他放下了繁杂的是是非非 把更多时间用在课堂上 丰富自己的灵魂 有学生曾在学校偶遇成果教授 他戴着耳机 不会轻易被人打扰 安静享受 属于独行者的宁静 并不在意流言蜚语 正如他说的那样 喧闹任其喧闹 自有我自为之 我自风情万种 与世无争 有一些人行走于人群之外 似乎是给生命筑起了一道围墙 事实上 他们不是刻意疏远 只是在生命的长河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老戏谷陈道明也是如此 前段时间 他极简的生活方式上了热搜 被全网热议 不同于演艺圈其他人的追名逐利 他时刻保持着内心的清醒 近几年 他逐渐减少工作安排 慢慢避开圈中纷扰 过上了向往中的生活 相比扩充人脉 他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 读书 练字 作画 有时还会陪妻子做手工 给女儿捏堂仁 远离人群 远离热闹 不用再困于人际关系的烦恼 尽情感受时光静好 谈及对生活的看法 陈道明表示 人心一乱 一切就乱了 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甘于寂寞 不拘泥于名利 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 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 独来独往是胸中自有秋贺的坚定 不仅独立 而且自由 退出无意义的圈子 不再刻意合群 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二 生性凉薄是一种坚守内心的清醒 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写道 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 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 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 这使我觉得清唱 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 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所谓人间清醒 大抵正是如此 随着年龄增长 终于明白 那些常被称为生性良博的人 往往是学会了给人生做简法 他们从不在人情往来里纠缠 不讨好每一份关系 守得住每一个底线 前些日子看到的一个故事 让我感触颇深 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 第一天去公司上班 上次对他说 别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社交上 少和同事细细打闹 努力工作 提升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他听后不以为然 还是费尽心思 与每位同事搞好关系 有人在办公室借东西 其他人都默不作声 他立马把自己的文件递过去 有人喊着点外卖 随口问了他一声 他立马热情地给人家推荐店铺 下班后大家去聚餐 邀请他一起去 他赶忙加入了聚餐的队伍 可现实是 后来人人都找他借东西 借了却不还 他一旦拒绝 就被指责为无情无义 越来越多人找他帮忙点外卖 却没人给他饭钱 他开口索要 就被指责做人吝啬 聚餐还没结束 大家便找借口一哄而散 让他留下买单 从那之后 他开始变得冷漠 不再刻意合群 拒绝了那些无理的请求 把精力和时间 都投资在提升能力上 没过多久 他便得到了升职的机会 也因为自身变得强大 开始被同事们尊重 人到中年 圈子越来越小 朋友越来越少 处理人情事故 越来越果断 面对人际关系 越来越凉薄 这是经历岁月打磨后的淡然 也是看开 人来人往后的清醒 很认同蔡康永的观点 我不认为 过于温暖 是跟别人维持 良好关系的最佳方法 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绑住 就更吃力 我劝你做一个冷淡的人 学会冷漠 你才能成全温暖 三 万事自度 是一种看清现实的强大 百度人中有个颇有深意的问题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谁会是你灵魂的百度人 答案只有两个字 自己 父母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伴侣不会时刻站在你身边 朋友间聚散离合是常态 生活是泥沙俱下 风雨再大 只有自己撑伞扛过去 才是最稳妥的 不禁想起超级演说家 年度总冠军刘远远的故事 她出身寒门 父母靠着种地 省吃俭用供她上学 上高中之前 她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还因为说话有口音 被同学嘲笑 高一那年 她突然意识到 不能就这样 接受平庸的人生 于是在日记本上立下目标 十七岁考北大 大一考托福 大二出国 二十五岁创业 把自己的企业做大 凭着努力和坚定的意志 她一点点实现当年的目标 走进北大 成立自己的公司 二十八岁时 还入围福布斯中国 三十岁以下精英榜 参加超级演说家时 在导师们并不看好的情况下 她一路过关斩将 站上了冠军的位置 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 实实在在打动了所有人 很喜欢她在演讲中说的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的 我们都要靠自己 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 是想告诉你 让你用一生去奋斗出一个 决地反击的故事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段孤立无援的岁月 唯有自度方能抵抗万难 常言道 靠山山会倒 靠水水会哭 靠庙庙会塌 靠神神会跑 求人不如求己 靠人不如靠己 凡是靠自己的人 都戒掉了依赖 降低了期待 看清了现实 活成了自己的屋檐 人生过半 再苦再累 自己扛 一个人也可以是千军万马 做自己的太阳 无需凭借谁的光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人活一世 什么才是最好的活法 作家米兰·昆德拉 写过一句话 从现在起 我开始谨慎选择我的生活 不再轻易迷失在各种诱惑里 再不需要回过头 去关心身后的种种 是非和议论 我已无暇顾及过去 我要向前走 到了一定年龄 不必在逢场作戏 委屈自己 要明白 有不再多 贵在真心 半生匆匆而过 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要知道 活得开心 便是最好 关系随缘 欲试自渡 一切随心 享受孤独 就是最好的活法 如果你也是喜欢 独来独往的人 愿你 孤身且自由 独行 以清欢 如果你喜欢读书 欢迎关注并转发 用读书 点亮 你的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Jingle 感谢观看